在我们全球各地的重要新闻 和我一块来关心的 首先是美国方面的报道 我们先看跟我们Houston有关的 在昨天我们看到Harris County公共卫生部门 和这个是法官Heldago 启动了一个新的对于接种COVID-19疫苗预约的一个网页 卫生单位是在接到疫苗和安排预约之后 就会联系已经在名单上的居民 而为了要对所有的人都要公平 包括了尤其是弱势族群 包括了老年人 还有没有网络的民众 不会使用推特没有办法 一天到晚挂在手机上 电脑上面不停的click click的 这一些在全职工作的这些民众 那么法官Heldago他说 系统将不会再使用先到先得 first come first serve的这个程序 而会根据在州政府的指南 通过优先级的排序 再加上随机化的相结合的 这个选取的方式 选择在已经登记的名单上的 这一些民众 而年长的居民将会获得更高的优先权 这个计划就在今天展开 所以朋友们你稍后就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上旁边 我们就会把相关的这个连结放在上头 你可以直接点 然后呢登记 也不需要再继续的在手机上不停的检查 或者是说在电脑前面坐在那边 如果家里边没有电脑或者长辈 不熟悉这一些新的3C科技的话 怎么办呢 所以呢在这一方面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 也是叫很便明的措施啊 那么另外的话 没有电脑不会用网络的朋友 可以打电话 请你把电话记下来 但是呢在现在 这一个是专门针对 EA和EB的类别的民众 才能够有资格在这个阶段接种疫苗 否则就算你已经登记了 但是呢你还是不会在这个选取的 group这一个团体当中 目前Helps County有两个疫苗接种点 是州政府 是市政府在 县政府 县市政府在办理的 也现在在努力扩大到六个疫苗的接种点 同时还会增加一个移动的疫苗接种债 同时呢在市长Turner呢 也在昨天宣布65岁以上的居民 也就是长辈 年龄比较高的这个长者 他可以直接和 就是美国老龄化地区管理局 可以和他们联系 那把他就会列入了 COVID-19的候补名单当中 那么这一个名单呢 也一样的会在 疫苗到了 以及在这个 预约的时间 在时间排期方面 已经可以的时候 就会直接通知 这个电话号码则是 832-393-4301 832-393-4301 这个重要的讯息 朋友们也许你不需要 但是请你把这个讯息 转给其他的朋友 包括了长辈们 好谈到了疫苗 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 拜登在昨天就说 在春季大规模的 接种COVID疫苗 而且孩童也能够接种之后 美国到了今年的夏季 就有希望可以接近 群体免疫的这个状态 在现在 拜登也一再强调 他上任的第一个 100天之内 就要让1亿美国人 来完成接种疫苗的目标 而昨天他再度设立了 新的这个目标 将每天接种的目标 由现在100万人 他要往上升到150万人 同时他表示呢 未来的100天内 美国将会全国施打 1.5亿剂的新冠疫苗 表示呢 到了春季前 想要施打疫苗的人 都可以接种 而在全国夏季前 则可以朝着 全体免疫的 这个目标去发展 新冠疫苗 需要每个人要注射两剂 才能够达到效果 而1.5亿剂疫苗 就可以为7500万名 美国人提供保护 大约是美国现在 总人口的23% 拜登也说呢 联邦政府将会增加 疫苗的接种地点 接种站 也会加派人手 供应更多的注射器 也要投入疫苗普及 而且拜登也对于疫苗的生产 他仍然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 另外呢 在现在疫苗或者是说 这个疫情在美国的发展 在米尼苏达州的卫生当局 昨天表示 近期在巴西所发现的变异冠状病毒 现在在美国出现了首例 而第一例就在米尼苏达州传出来 而美国的升级公司莫德纳 也在昨天说 实验室研究结果显示 他们所推出的COVID疫苗 MRNA-1273 对于分别在英国和南非 发现的变种病毒株 仍然具有防护的力量 而莫德纳所做的实验 采取施打过两剂疫苗的 八个人的血液样本 以及同样已经接种疫苗的 两只灵长动物类的血液样本 来做研究做比较的 而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关系 所以学校关门 公司也关门 都变成了在家上课 在家上班 以往在学校里边 同学们学生们 就算有争执 但是欢乐的学习的方式 仍然还是最为有效的 在现在内华达州的城市 拉斯维格斯 由去年3月就因为疫情 关闭学校以来 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堪忧 而伴随的就是自杀事件的走增 现在在拉斯维格斯的当局 打算要在近几个礼拜 要重新的开放学校了 学校关闭以来 目前传出了19起学生的自杀事件 内华达州的克拉克郡 他拥有全美第五大学区 而克拉克郡就是赌城 他所管制的就是赌城 拉斯维格斯 接着我们再来一看 就是看到 在新冠疫情的蔓延下面 总统拜登昨天就在说 对于纾困方案 他持开放的态度 也愿意和共和党人 协商纾困支票的领取资格 不过在现在 美国两院多数的民主党 虽然掌握了 现在多数的掌握了两月 但是到了今年三月 有可能对于这1.9兆美元的 纾困方案 还是没有办法通过 在昨天 联邦参议院也非常快的速度 通过了叶伦的表决案 让她成为美国史上 第一位女性财政部长 而对通过国务卿提名人 布林肯的人事案 参议院也会在今天 也会表决 应该可以顺利的通过 在拜登的重要人事案 进展是相当的顺利 但是呢 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天 向国会提出的 这1.9兆美元的纾困方案 恐怕还得要废些手脚 废些周折 民主党参议员领袖舒默说 可能得花4到6个礼拜的时间 来通过这一项法案 根据了解呢 在现在呢 1.9兆美元的纾困法案 包括提供 每个人1400美元的支票补助 也把补助的这个失业金 提高到每个礼拜是400美元 也提供食物和租金方面的补助 而且还要协助小型的商家 在这一方面 在疫情之下的经营 根据了解 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出自共和党 民主党参议院要决 也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一项纾困法案 而拜登在这个议题上 面临的是政治和实物上面的 相同的双重困难 好的 我们再看到的美国方面的新闻 也看到在现在新冠上任 拜登新政府上来之后 人事方面将会有大的改变 我们看到呢 现在川普时代被安插到 美国之音的自由亚洲电台 这些媒体的高层 在拜登上台之后 纷纷的辞职了 过去被川普人马踢走的资深编辑人员 则是陆续的回锅 前政府时代或川普清点的 美国国际媒体署的执行长 也是保守派电影制作人 Michael Peck 在上个礼拜 拜登就职总统之后数小时 就获速的辞职 拜登也接着任命 曾经担任过美国之音 代理总台长的 Kluchel-赵克鲁 来出任美国国际媒体署代理署长 另外呢 在方辈去年遭到 Pack开除之后 也现在在24号重新再度担任 自由亚洲电台的总裁一职 其他方面看一下拜登的这个政策 在美国的总统拜登新政府 也有意要重点发展捷径能源的产业 昨天他则始言 要把65万辆政府公务车 要态换成电动车 所以他并不是仅仅强调 要买Made in USA的美国货 还主张要采用电动公务车 在新的政策方面呢 拜登也再度推翻了 前总统欧巴马方面的任内 禁止跨性别者从军的政策 昨天在拜登方面表示 所有美国人如果符合资格 都可以从军 同时对于在中国方面呢 拜登也会要采取全面性的策略 国务院说呢 拜登致力于确保中国企业 不能够滥用或者是盗用美国的数据 而且要确保美国的技术 不会到头来支持中国的恶意活动 而在白宫的发言人沙奇则在昨天说 美国也正在与中国处在激烈的竞争当中 总统拜登则打算要以耐心来处理 对中国的战略 所以白宫表示美国白宫现在明了 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明显挑战 新任拜登政府将会以战略耐心来作为因应 另外呢 科技产业协会 SIMI则在昨天呼吁美国 要检讨前总统川普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 并且敦促美国的新任商务部长 在基于国家安全而限制对中国出售科技时 还要考虑的是要和其他的盟邦要展开合作了 另外呢 在现在也看到呢 这是在俄罗斯方面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昨天和美国的新任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通了电话 两个人商讨的是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延长事宜 美国的白宫在上个礼拜则说 总统拜登将争取把条约延长五年 这是拜登新政府上任之初的外交重大决策之一 至于已经卸任的总统川普呢 那么台和条文已经送到参议院了 不过卸任总统拜登则不认为 川普会因此而遭到定罪 那么前总统川普也在 昨天在佛罗里达州正式成立他的办公室 负责处理信件和行程等相关事务 同时持续地进行他任内的政治理念 声明最后则强调 川普永远都会是美国人民的捍卫者 那么在这里呢 最后看到的是 在昨天曝光的美国法庭文件显示 Dominion这个投票系统公司 对前总统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提出求偿了13亿美元的毁谤诉讼 控他瞒天扯谎 声称总统大选充斥大规模的舞弊事情 他也提出了诉讼 也是为表示是为了端正视听 并且为自家公司的本身 员工以及选举程序挺身而出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我们接下来一块关心的 将是在国际方面的报道 国际新闻 首先我们看的是英国方面 现在因为疫情严峻 英国在考虑要强制入境旅客 来个集中的隔离了 而英国也要建一个平台 来帮助全球追踪 这个相关的肺炎变种病毒 英国将会分享它的基因体的定序能力 建立相关的平台 而在另外英国的中央银行 英格兰银行的总裁 也表示在现在像是比特币 等市面上各种加密货币 目前都还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永续的 全球性的数位参考货币 在目前在世界经济论坛方面的 原装会议上 他就表示现行加密货币 并不是永续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接着我们再看到的是 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 英国因为拒绝给予欧盟 驻伦敦大使完整的外交地位 欧盟就在昨天对此严厉的批评 这不是一个友好的讯号 欧盟不会接受 而英国才刚刚完全脱离欧盟 双方就出现了外交风波 引起外界的瞩目 接着也看到就是Mastercard信用卡龙头 万事达卡公司 在昨天说 英国在脱欧之后 消费者在线上购买欧盟公司商品和服务 将会被收取五倍以上 所谓的交换费了 所以万事达卡也强调 交换费调高 只适用于线上的销售 实体商店的交易将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接着我们来看的是和疫情相关的 在现在纽西兰的总理阿尔登 今天则说 卫生官员评估全球疫苗推出情况 纽西兰很可能在今年大部分时间 还会维持边界的关闭 同时最快会在下个礼拜会批准疫苗 另外中国和纽西兰 也在今天签订了自贸协定的升级议定书 中国给予纽西兰有多数的 纸品木材商品无关税的待遇 而纽西兰则大大的放宽了 中资在当地投资的审查标准 并且也增加了相关的配额 下边我们来看亚洲 韩国的中央银行就在今天公布 2020年第四季国内经济成长率 初步统计的结果比第三季成长的是1.1% 但是全年的成长率和前一年相比 是倒退了减少了1% 也是成为就是1998年金融风暴来 首次的全年经济是负成长 在日本方面则看到日本的全日空 4月期将会实施的是长期的休假 这个制度员工最常可以申请两年的长期休假 而且不会过问任何的理由 在这期间还会为员工支付保险 而申请的是一年以上还会有补助金 所以全日空就要展开的是长期的休假制度了 我们在新闻方面 也看到在印度方面消息人士说 印度政府已经决定要永久的禁止 包括了抖音 百度 微信和阿里巴巴 小米旗下的行动装置应用程式 一共59款软体在当地使用 印度政府主要是认定这一些APP 从事损害印度主权完整 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活动 因此根据了法规予以永久的禁止 好 我们在国际新闻方面 也同时看到 在加拿大国会 昨天一致通过一个动议 要求总理杜鲁道将 极右翼团体骄傲男孩 Proud Boys定为恐怖团体 这一个动议 纯粹是象征性的 不过加拿大政府则说 有关当局在监控这个团体 同时也搜集证据 支持这一项动议 另外在时隔五年之后 土耳其和希腊 昨天也在伊斯坦堡 恢复针对领土等争端 而召开的探索性谈判 土耳其方面则强调 安卡拉是有意志 化解所有的相关的问题 在现在土耳其的副外长 希腊退休外交官 分别率领代表团 在伊斯坦堡进行毁伤 那么我们也看到 法国的文化部长就在昨天说 庞碧度中心 即将要在2023年 战时的挥别大众 要整修了 预计要花四年的时间整修 庞碧度中心 也是享富盛名的 巴黎文化旅游景点 它也是欧洲最大的 当代艺术收藏馆 好的朋友们 这是来自国际方面的新闻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在这回头关心两岸方面的报道 首先看到在现在 在拜登 现在新的政府上台了 在总统拜登打算以耐心 来处理对中国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就在今天则说 希望新一届的美国政府 要继续川普政府的教训 与中国方向要相向而行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先前视察了 2022年北京筹办的 冬季奥运筹备 也宣誓意味浓厚 在昨天又和国际奥委会的 主席巴赫通话 表示就是中国方面 是一定能够如期完成 各项筹备的工作 也会确保在北京的冬季奥运 可以圆满成功 接着我们看到 在中国的经济方面 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 委员马骏 在近日主张 中国应该永久性取消 GDP的成长目标 并且把稳就业 控制通货膨胀 作为主要的宏观政策目标 他同时提醒 股市和房市这些领域 现在已经出现了经济泡沫了 至于在疫情方面 在中国肺炎的疫情持续的反复 官方就在近期倡导就地过年 对于农村回乡人员 则是提出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之后 现在多地的风景名声 都相继的宣布 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开放 代表的就是民众过年 是没有景区可以去走春了 因为政府在今天也明确的要求 在疫情高风险和中风险地区的民众 就地过年 当局也要求各地要做好就地过年 在生活保障方面的相关工作 那么在政府方面的呼吁之后 现在调查也显示 有将近七成的中国劳工 现在也选择就地过年了 另外在现在仅仅只有16.8%的 在异地工作的劳工表示 还是想要回家看看 下边我们看的是香港方面 香港当局在今天公布延长正在实施的 防疫措施一个礼拜 这些措施包括了餐厅晚上以后 六点以后不能够在室内用餐 以及公共场所不能够超过两个人以上的聚集 香港食物和卫生局的副局长 在今天公布了相关的这一个决定 在相关的防疫措施 预定1月28号届满 到时候将会延长7天到2月3号 最后则看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则在今天说 她不想参与争论特首 应否由协商产生 但是也强调 无论特首如何产生 最终都要北京中央委任 带给大家这是在中国方面的新闻 下边朋友们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的主播为大家播报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中共军机在近期连续地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在24号更派出了5机型共15架战机扰台 为今年最大的规模 副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记者会的时候 设访表示 共机扰台为国际社会所不容 也涂增台湾民众的反感 她说 同时赖副总统表示 国际社会包括了美国日本都提出呼吁 我方也希望对案停止这样的行为 中央六星疫情指挥中心 在今天公布国内新增一例的境外移入COVID-19的确定病例 也就是案891 为本国籍40多岁的男性 从墨西哥返国 而至于部立桃源医院的群聚案 在今天并没有新增的本土确诊 已经连续两天没有新增本土病例 而这期的群聚案的确诊人数仍是维持15人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下午在疫情记者会中表示 指挥中心针对案889以及案890 在院内的足迹扩大裁剪195人全是阴性 而至于夹在确诊楼层中间 位在西楼独立运作的护理之家 除了一名清洁人员在25号请假之外 其他的98名的住民跟员工的裁剪结果都是阴性 指挥中心也持续匡列相关的接触者 目前全案的隔离人数攀升到3262人 预估还会再增加 而至于是否会进一步的回溯 匡列11楼护理之家的访客 陈时中表示相较于探病 陪病者的风险比较高 护理之家的访客 以及之前那段时间 有到过布桃的民众 都应该比照经过确诊者足迹的程度 加以管理自我健康即可 他说 基本上就有一点像是经过足迹的那样的一个管理的情况就可以 那尤其我们在所有的工作人员跟病患 那以前出院的 全部都检验过 那从有开始感染的可能性到现在也经过一点时间 所以大致上总是有潜伏期 也大概都 应该是算是那个区域在那之前 其实感染的可能性很低 除了在近日涌现了春节的反国潮 陈时中表示 根据过往成长的幅度 以及目前订票的数量 居家检疫严肃高峰应该会落在27号跟28号 预估不会超过5万人 而在检疫中发病的几率只有5% 数量很低 以目前国内的防疫跟医疗量能 足以应付这波反国潮 驻美代表出一名雇员在23号确诊 并且居家隔离 外交部在24号对外说明了事后几出 住处依照应变计划 安排与该雇员有接触时的其他三位人员 居家隔离并且检测 而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几点表示 上述三位有接触的人员包括驻美代表 肖美琴目前状况良好 她说 此外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日前发出的新闻稿 关切中国不断的企图威吓台湾 欧江安重申 欧方诚挚欢迎并且感谢拜登政府 在上任之初就展现对台坚定友好支持 接下来会持续和拜登团队密切合作 在坚实的深厚基础上 进一步稳健深化台美各领域的紧密友好合作 伙伴关系 文化部长李永德在之前表示 不主张拆除中正纪念堂内的讲中正铜像 引发了独派团体的不满 到中正纪念堂内丢鸡蛋抗议 台湾228关怀总会也发出声明 呼吁移除铜像 并且将天堂改为 台湾国际威权政治研究中心及博物馆 而对于独派跟228相关团体的诉求 促转会副主委叶红林在今天受访表示 中正纪念堂转型必须要整体的规划 促转会会加快推动的脚步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 促转会规划将三军一对撤出中正纪念堂 对此叶红林表示 调整三军一对是中正纪念堂转型过渡措施 讨论过程的议题之一 是否要撤出或者是改变表演的方式 都是选项之一 还必须和国防部讨论 而促转会在2018年12月提出 中正纪念堂转型方案 最后和文化部的方案一并送到行政院 但是至今尚未有结论 根据了解 因促转会延长的任期将在4月底届满 但是文化部规划 在今年下半年才提出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方案 而且促转会将中正纪念堂转型 视为重要的转型正义任务 因此促转会希望加强跟文化部的沟通 在延长任期结束之前推动转型方案 在任期内有具体的进展 货柜短缺造成了饲料到货延迟 养猪业者的成本增加了三成 再加上春节猪肉用量大增 猪价恐怕会再上涨 而多名民进党立委在今天呼吁农委会 应该稳定饲料的价格 并且就春节前猪肉需求超前部署 避免引起猪价风暴 而对此农委会表示 已经协调散装货轮运送饲料 国轮也已经做好了出港的准备 另外也已经协调了台糖系出原物料跟猪肉 目前猪价涨幅还在合理的范围 农委会训目处处长张经纬说 我们国人对猪肉的需求 其实是有一个年结性的需求 那事实上以五年来的价格来看 事实上猪价还是在一个 合理的一个区间在反映 那我们也积极的调配整个猪农的供需 那我们预计在过年前的三个礼拜 我们大概会增供将近十万头的猪汁 来符合我们国内目前的一个需求 同时张经纬也呼吁进口业者 如果要调整饲料进口的价格 必须要符合公告的程序 不能够坐地起价 政府会持续的监控 他并且说政府也会透过 国际海运平稳工作小组的平台协调调度 国伦也已经做好了出港的准备 承论在第一时间愿意协助原物料的运送 希望透过饲料稳定供应 让猪农稳定获益 养猪产业蓬勃发展 而政府在今年元旦开放了 罕有莱克多巴安的猪肉进口 台湾民意基金会 针对莱族的议题进行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有将近四成二的民众 一点也不满意 两成四五是不太满意 金融大约两成八还算满意 或者是非常满意 而且三分之二以上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不满意的比率已经逼近去年11月的最高峰 另外有五成四是乐见反莱猪公投过关 现见政府任需加强和民众的沟通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邱云龙说 显示害英文执政团队在过去这个月里面 不但没有成功地说服台湾人 接受政府的开放莱猪进口的政策 反而有更多的人是反对的 或支持的人反而是减少的 那么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现象 看起来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去 说服大众支持这一个重大的政策 而民众党立委赖湘林则是表示 这显示了民众对于食安把关 还是相当的忧心 民进党立委范云则是认为 政府可能需要更谦虚地 跟社会沟通对话 根据烟害防治法的规定 禁止公营烟瓶给未满18岁者 国建署在今天公布的去年 在全台走访了660家超商 以及卖场的实地乔装测试结果 又近四成的业者违法卖烟给未成年 国建署烟害防治组检任记证 吕梦言说 中国22县市供抽策 这160家烟瓶发卖场所 整体外法卖烟的比率是 37% 到108年32.3月高 违规率有高至低 分别是一般的商店 47.6 槟榔摊41.6 连锁便利商店27.2 连锁超商或大卖场是21 然后100到109年各类的 发烟场所平均违规律 是呈现小湖坡洞 但长期呈现下降趋势 国建署表示 未来将会协同地方政府 持续加强稽查的力度 也将透过修正 业害防治法 将罚还由原先的 1万到5万元 调升为最高25万元 以上就是今天 台湾的相关消息 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